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今天星期一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在选后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方面 这个终生代的接班态势是否已经开始浮现呢 蔡英文的动向何去何从 而未来另外我们看到连任成功的马总统 那么他表示说他其实呢没有连任压力了 但是他有历史评价的压力 他究竟是否能够做得更好 根据最新两大报的民调显示 过半数的民众都表示了有信心 但是接下来我们也将会看到内阁的改组 那么国民党方面是否也有所谓 终生代接班的卡位问题呢 我们在待会会一一的来讨论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就带您来关心 今天民进党方面的最新消息呢 就是主席蔡英文 他因为已经请辞 那么为了因应这个变局 所以民进党呢特地在今天就开了临时终植会 讨论蔡英文的请辞案 那么为了稳定党务呢 也尊重蔡英文的这个决定 所以最后未留派跟小英互相的妥协 民进党方面接受蔡英文的请辞 但是生效时间呢是在3月1号 原本打算登报要谢票的蔡英文呢 也计划在农历年之后 巡回全台谢票 感谢609万支持者的情谊相挺 等一下发言人会 来 走 来 搬选后首次回到民进党中央 蔡英文虽然维持一贯作风 不善应对媒体 但脸上却不是严肃神情 因为扛了4年的党主席 小英要卸下重担了 一方面是尊重蔡英文主席请辞的决定 但同时有很多相关的善后的将官事务 我们也需要蔡主席陪同我们做相关的处理 请辞同意的时间定在2月底 民进党接受蔡英文请辞没未留 不过谢长廷建议生效日期应该放在农历年后 一方面要稳定大局 一方面也回应选民 这段时间蔡英文主席 他也会到全国各地去谢票 感谢我们各地辛苦的志工与干部 蔡英文原本打算登报谢票就好 不过毕竟有609万的支持者相挺 还是得表达谢意 然而后小英时代的民进党 谁接班是谢叔还是终身带 蔡英文不愿下指导棋 只强调自己是民进党的终身党员 不会离开 终能请我出现我绿乔 二十小组 太平报道 好马上开始讨论我们先来介绍来宾 最左边我们先为您请到的这一位 政治评论员沈富雄 沈大佬非常勇健的沈大佬又来了 有庆祝行情 只是你看不懂 看不懂 三条线 这个太难了 来 资深媒体人黄光请 打完 好 还有诗诚 四个小朋友打败三只小猪 你大概看不懂 四个小朋友就是千元大潮 好 来 继续我们请到资深媒体人刘亦宏 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陈东好 大家好 好 我想一开始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蔡英文呢 他辞役圣兼要辞去党主席 大家尊重他这个决定 不过呢 他会持续的留任到2月29号 3月1号才开始生效 光晴我不太懂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这个5月份 那马上他们就要重新选党主席了嘛 那现在其实他大可以就说 蔡英文就如果不做了 那有个代理党主席今天就出来啊 可是不是这个情形 为什么 其实代理党主席 他中间会引爆两个问题 一个万一是 这个原先大家讲的 这个柯建民上来 会有形象问题 第二个会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提前引爆党主席之争 所以他必须要过度 所以这个时机点 安排是比较稳当的做法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报纸吓一跳 变成马英九才刚当选 变成后马时代 那蔡英文虽然他败选 可是现在是后蔡英文时代 似乎都提前到来 但是这是媒体的封号 我认为相较之下 当然马英九他做完任期 要留历史定位 他不会再选了 那应该是这样 但是呢 那个蔡英文我觉得大事可为 是因为他冲到600万票以上 然后他的这个新北市 也超过他上次新北市的这个票数 那再加上他的宇长安等 其他的争议出清了 如果他能够留下来 然后在这四年当中 往2016公点 而党内是可以的 大家有共识的话 我觉得他不失为一个 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 那问题就在于说 他辞掉党主席之后 民进党再也不可能有其他职务 再加上党内的职务 党主席是最大的 那他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可以让他能够蹲下来再跳高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观察 第三个就是现在有一个逼宫的声音 是磨刀霍霍向这些大佬 立刻这个大佬才是真正可能会被干掉的 因为没有feel了 的确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 大家感受如果相同 而且叫他们说快走吧 放手吧 而另外一批人 地方诸侯跃跃欲试的话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民进党现在面对党内的一番 折冲跟激烈的争斗 好刚刚其实光晴有讲到说 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说 就是柯建民上来代理一下 那可是呢他又说 这个其实为了稳定的话呢 而且为了可能是形象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不是 那3月1号之后 那是谁来代理 要怎么去观察呢沈大佬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我觉得后小英时代是对的 因为这是民进党的传统 那除非小英不是输80万 如果他只输10万 那这个如果他的意愿非常强 那也许还可以留任 那现在是80万 而且他我觉得他意愿也不强了 所以他就走了 他迟早是要走的 那至于媒体说 这中生代要要意思 我也不同意 因为这个时候太早 现在够在门够够爽够麻烦了 所以这个媒体是外行的 那至于说后马时代 我更不同意了 我跟你讲接班人 不管是朱立伦 不管是吴吴东毅 都要看马的脸色 都要争取马的宠爱的眼光 对不起 这个神大佬我打个岔 您刚刚讲说媒体是外行的 讲那些终身带年轻的太早 是郭正亮接受访问的时候 提到赖金德等 那是郭正亮的喊话 郭正亮不代表民进党的主流 郭正亮也是外行的 不是这些人 比如说昨天有很多人去喊话 去党中央说小英留下来 这个你也不能单纯说只有一个意见 这个有的是因为基于不舍 不舍觉得小英毕竟帮了民进党 这么大的忙 现在就走 好像这个人情之常 但是里头也有某派系的人 不要另一个派系的人起来 就把他留下来 当作是一个抵制的力量 所以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复杂 所以我对昨天郭台铭董事长的讲话 我是不同意的 有很多地方是不对的 因为CEO就好像李明博 一向你想起来 几年前就大家谱 CEO说 CEO来做政府一定很厉害 CEO也没效 我说CEO跟政客是两回事 今天这个小英的格局 如果是的情势 如果是郭台铭的case的话 郭台铭要你走路 你今天下午打包就走了 现在在公司 在美国的公司 如果老板要你走路 老板叫你进来 说You are fired 连你回到办公室的机会都没有 他怕你回到办公室 警卫就来跟着了 警卫就来说 给你夹着 给你送这大门 从此没办公室 我问你郭台铭如果进到政府 能够这样吗 他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 他处理人处理事 都白卡白手了 两个礼拜他就说老子不干了 这种事情我都得了 但是换过来讲 如果让马英九去处理红海 杀各位红海就得了 我们回来讲民进党的问题 所以是两回事啊 民进党这边 我们看这个党魁角力战浮现 因为这个苹果日报做民调嘛 结果就问说蔡英文辞 那苏贞昌、谢长廷 你觉得谁最适合领导民进党 回答苏贞昌的是37.39% 回答谢长廷的只有10.05% 但是认为应该由周深代来接棒的 有28.75% 没有意见的有23.81% 沈大佬你对民调很了解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折扣 这个民调是苹果做的嘛 所以是不科学的嘛 对谁做的 对一般民众不了解民进党怎么做呢 而且他没有办法替民进党 决定未来的走法嘛 所以这个又是叫外行人来决定 民进党里头的事物 但是这个民调毕竟对谢长廷是一个打击 因为谢长廷布局很深 不管是他自己或是他的代理人 要接班的话 他看到这个说 我那个谢长廷大概就不用了 我大概只有寄望于那个新生代 中生代 那对苏贞昌是有点帮忙 因为民调毕竟还给他一个公道 这次他没有参与选举 也许很委屈 我给你一个机会 也许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苏贞昌陷入参考 就说我现在是不是还要白花四年的时间 而四年以后大卫仍然不是我的 因为他一直一定会想说 国民党下一次 恐怕是比较年轻的 所以刚刚其实这个沈大佬就讲 就是说这只是民调 只是选民自己的意见 但是呢 这仅供参考好像不见得真的会发生 因为你不够了解民进党 义宏 当然了 做民调 因为问一般选民他怎么了解 民进党派系的运作 谢长廷在派系里面 他是下功夫最深的 但是谢长廷自己不方便出来 他可以推代理人 他如果推叶局兰 叶局兰推出来了的话 叶局兰也可以勉强算中生代 也是女性啊 难道就不行吗 他是中生代我是什么代 你是中生代嘉义 中壮代 他们是有代理人可以推的嘛 那民进党里面 小英他现在出来走的话 他其实就是过水 你在民进党里面 小英是跟新潮流结合才有力量 他没有跟新潮流结合 他就是一个光干总司令 那新潮流问题是 新潮流下次还要挺小英吗 还是新潮流自己推什么赖清德 还是推什么人 新潮流自己有人推出来的话 就不需要你蔡英文啊 那你如果要像苏天昌 他虽然没有派系 他这次没有派系 所以他这次护选的时候 顺便去找一些党员 输出党员希望投票的时候 党员投给他 但是问题是党员 住主党员很少啊 民进党的住主党员是少的 人头党员是多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有他的困难嘛 所以政治就是沈大老讲的 你没有自己班底 小英就如果选上了 他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班底了 他自己有一些不分居出去 然后他当总统的时候 就可以建立自己班底 党内巩固 然后政权再巩固 他这次败选了 败选了我看不只小英很难 小英你四年没有舞台 临时人家都舞台搭了 又把你请回来选一次 政治隔了两年 就很久了 马英九才当选 很多人说他跛脚 有能力的他是不会跛脚的 为什么 李正辉有跛脚吗 李正辉总统没有干多久 最后还要出来抱人家 现在交给你了 李正辉早就应该交给人家了 对不对 所以政治的东西是看实力的 看民进党的问题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以前对民党 老实讲我讨厌去了解这个党 他最近也去了解一下才发觉 很复杂 什么南流 北流 这个跟谁 怎么结合 这个又有代理人 一样复杂 民进党比国民党复杂多了 你说这个民进党里面没有派系吗 不是有谢系 苏系 甚至还有所谓的英系吗 这个蔡英文的英系 是这样的吗 我们看到绿营的派系战国时代 是不是英系俨然成型呢 讲到新潮流是关键 那么田秋景 段仪康 林淑芬 蔡奇昌 魏明谷 潘孟安 李坤泽 邱志伟 叶仪金 林戴华 是萧美琪吗 萧美琪又是属于什么系呢 又是英系吗 陈其迈 萧美琪 郑力军 陈杰如 游美女 吴宜珍 陈明文 柯建民 在排在这个地方 谢系呢 姚文志 管碧玲 赵天玲 李应援 还有苏系的吴炳锐 邱盈 苏正清 到底谁有机会出现 有人就讲 管碧玲 李应援 赵天玲 还有甚至姚文志 其实这次都选上立委了 那是不是其实可以观察 谢系的人马可能出现 这个谢长廷就接掌 这个民进党主席的这个几率 可能因此而大增呢 但是刚刚我们就讲 苹果日报做的这个民调 发现好像他的这个支持度 又不及于苏贞昌 所以要怎么来看呢 听听看东豪你的意见 其实这个过年 马上过年会很忙 一方面马云九也会很忙 在这个期间里面他要考虑人事 然后同时在这个过年 民进党的这些人也会很忙 可是大概基本上不拖 输血相知的这个格局 因为新潮流从来没有单独 去抢过党主席 新潮流这个 他这个派系的性格 他通常他喜欢 在两强之间 做一个选择 他想要当那个关键性的筹码 这样子呢他不会变成最大的攻击的剑拔 可是这个策略呢 这20年操作下来 还是会成剑拔 不过新潮流一直没有人 想去抢那种党主席的人 所以新潮流跟谁结盟 输血之间如何考量 就会形成这个基本格局 好那我们再看蔡英文的影响 蔡英文的我们一般来讲 他没有派系 但是蔡英文在民进党这段时间 大概留下几件事情 你在讲终身在接班的这件事情 郭正廖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在看蔡英文在民进党内留下什么 他留下一群人 这些人来自各派系 比如说过去在游席坤的 这个林又昌 他到底现在要算游席坤的人 还是算小英的人 他可能都是 比如说像陈其迈 他可以是正义连线 可以是扁系 现在算不算是小英这个系统 所以蔡英文呢 在短期之内 你再可以看的一个时间之内 他在民进党里面 他是有影响力的 现在是看他要不要去用这个影响力 那蔡英文未来 有没有下一步呢 现在讲其实有点言之过早 可是刚才VCR里面讲到说 还有主任也讲到说 蔡英文从登报卸票 转成全国巡回卸票这些事情 就是在保留影响力 讲登报卸票的时候 表示他没有去做政治上的算计 就是没有去打那个政治算盘 全国卸票的时候 群众看得到 投过他的人看得到他 那个会让他的影响力 在获得一些延续 所以这个春节会很忙 苏蟹是自己跳出来 还是打代理战争 要看这个年后 你才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判断 好 所以是不是暂时 我们都还是看不到 所谓的这个苏蟹相争 或甚至我们看到 既然这个蔡英文会持续的做到 2月29号 3月1号之后 那么又会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 在民进党出现呢 施承 我先讲 就是我看到的在选前 其实彼此都有吃对方的豆腐 因为我听说他们台南 在像国民党就希望打一种选战 就是小英没动算 赖清德才有机会 这样啦 所以就希望用这种方式 结果台南市的这个选票 真的是不到20万票 然后我也看到那个比较偏绿的 那个非政论政论节目讲说 你看朱立伦 他没有在服选耶 就讲大家分析 为什么没有在服选啊 结果开出来的票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所以就在互相在吃豆腐 就是所谓的终生带卡位的问题 我要回到这个问题 刚刚这个小英 我觉得 当然刚刚这个 光琴 对不起 她说可能还是有机会 那我是认为 按照国外或国内的经验 我举个例子高尔 高尔2000年 她很有机会啊 可是突然出来个 出来个独立候选 她就 可是后来她有继续吗 没有 我觉得就说 不是这样 不只这样 佛罗里达的算票算 也算 对她最后也放弃了 对她最后也放弃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 那个势头过了以后 你是不是想要再回来 然后你四年之内 在那边仰望 然后最后就可以回到吗 回到民进党 然后再像这次一样 去冲去撞吗 恐怕的情势 感觉上会像这个 宋先日帝翻不过来 是不是不过这样 我就不晓得 因为四年后的情况 你是无法预测的 四年后情况 是比现在更好还是更差 你无法预测 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 现在大佬刚提到个重点 就是 我刚给他下了结论 民进党现在要接班 郭正常昨天说 是要微风细雨 可是因为现在刚选败 你不能马上 就赤裸裸斗争 可是最后的结果 会不会是新风雪雨 然后新生来 新生来卡位太早 然后谢苏卡位太老 那最后找不到人 那到时候就大家一团乱 然后你的人 我的人 你到底是你的人 我的人我搞不清楚 最后可能会真的新风雪雨 其实我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就是说大佬没有办法 唯一现在中生代所接受 但是中生代想要强出头 他们并没有准备好 那现在我的这观点就是说 当然蔡英文刚才讲了说 他这四年舞台在哪里 现在是个大的问号 但是民进党留了一个香火 就是蔡英文 历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 已经冲到600万 我是觉得站在就是说 总要有一个人 是可以批敌国民党 那他是有基础 那这中间技术怎么维护 怎么去解决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们马上就看到媒体 媒体圈会来了一个什么 就是说 谢长廷现在是要拉蔡来防输 他虽然他希望蔡英文留下来 但是苏系 尤其苏珊昌 他还是想出头 他还是想接这个棒子 所以变成说 有些人要回击这个谢长廷 这个争斗就开始了 那我现在考虑一个问题是说 民进党历来 有没有可能把 借着这一次蔡英文出局了 把党主席跟未来的总统 参选人脱钩 大家先决定 党主席是不是由大佬出任 能够带民进党走出一个路线 走出一个未来 但是选总统不必然是这些大佬 或许这样处理的话 问题会比较清楚 是我们讲蔡英文的台湾NEX 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蔡英文的可能一 接民进党两岸智库基金会 可能二 回归民间学者 可能三 就是2016再起选总统 那么当然也相信 这600万 这次投给他的支持者 那么当然或许 还在期待这个部分 可能四 接长家族事业 可能五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考量 我们不知道 不过到目前为止 蔡英文对于他的下一步 那么依旧是不松口的 他说 他不会想也不会讲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